都说男追女,隔坐山,女追男,隔成沙 这句古话说的一点都不假 可是如果当一个男人他不喜欢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不管你怎么做,在他眼里都是无动于踪 像这种男人他们就是冷血动物,从来不会顾及对方的感受 当一个男人嫌弃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有以下的几种表现 不知道你身边的那个男人是否也有呢 一,不愿意和你多说一句话 当一个男人嫌弃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每天当你们两个人单独相处在一起 他都不愿意去和你多说一句话 即使是你主动,他都不愿意去搭理你 并且会觉得你每说的话都觉得很烦 如果你遇到了像这种类型的男人时 那么就选择和他分开吧 因为不管你对他付出多少,在他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 二,经常夜不归属 当一个男人嫌弃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和平常不大相同 之前的他一到下半点就立刻回到家中 然后带你出去吃饭 顺便带你参观一下风景 可是现如今的他 你会发现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甚至有的时候还夜不归属 如果当你问他为什么没有回来的原因时 他会很无奈烦地对你说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并且我回不回来和你有关系吗 如果这个男人对你说出了这句话 那么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判断出 在他的心里早都已经没有了你的位置 并且他早都已经不爱你了 所以就别再自欺欺人 因为不管你对他再好 他都不会再和你像以前一样恩恩爱爱了 三,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去和你吵架 我们都知道 当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多多少少都避免不了小吵小闹 再恩爱的夫妻 他们也会因为生活上的柴米油盐 而发生争吵 可是当一个男人真心爱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 即使你们两个人吵架非常激烈 事后他也会主动向你承认错误 可是当一个男人嫌弃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不管这个错误由谁产生的 他就会不分青红照白地去数论你 并且有的时候还会对你动手动脚 像这种男人 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和他生活在一起 因为他就是一个冷血动物 即使你做得再好 他也不会再对你好的 四,不给你钱花 都说女人生的好 不如长得好 长得好 不如嫁得好 在他们出生的那一刻 就意味着自己的命运是怎么样的 当一个女人 如果嫁给了一个非常好的男人时 那么她的一辈子会过得非常幸福 可是相反 如果她嫁给了一个根本就不爱她 并且恢复和她的生活非常的不幸福 她从来不会给你花钱 甚至每个月的工资也不上交给你 像这种男人 他们非常的吝啬 俗称铁公鸡 一毛不拔 如果遇到了这种类型的男人 那么就要和她痛不快快地断绝所有关系 如果你遇到了以上这四种男人时 那么你就不要再和她继续发展下去了 因为有的时候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而说过很多的人 离开了它 你还可以照样活得很好 你还能 ward信任的主题